这是在里面的机身跟套 你只需要把它套进去 然后这个马蹄扣是可以扣着我们的背带 另外要注意的是这个可能有时候我们用了 它会松掉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螺丝 它就可以把它转紧了 进一款的后面你只需要按99 它就可以开机大概几秒钟的时间 接待款的话 它充电是会有红色的灯 如果你在充电的时候使用的话 它又会有紫色的灯 它充电大概是需要四到五个小时满 它充满了过这个灯就会没有 它可以用大概八到十个小时 一按它会有两个木 这个是我们常常都在用的木 就是它会一直有灯的 它这个显示等于是会有存在 但你不小心按到一下 它就会转换不了 它这个就一直闪 这个叫做省电模式 这个它是会开灯 就是它会运作大概一分钟多 然后它就会关15分钟多 一直这样循环 它叫做省电模式 是适合用在 就是可能你放在衣橱里面 除霉菌那一些 就封闭空间的 它并不适合用在我们走出去 一直这样开关开关是不适合的 如果我们在外面的话 是需要用这个 就是一直有灯的这个 很重要的是这个机 你就把它响成是电话 它没有电脑就需要充电 充电了又能继续使用 然后没有电的时候 可以在外面还可以用Powerbank 但是没有防水 也就好像你的电话 动到水会产生什么事情 它就一样也会有同样的后果 OK 注意的是 当你打开的时候 它里面毕竟是灯管 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好 就是不要去指示那个灯管 就好像我们眼睛一直看出灯久了 都会对眼睛有伤害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来的 你在佩戴着的时候 这一面是正面 不是这样 如果你的身体在这边的话 它是这样向外的 如果你这样的话 它这个灯照久在我们的皮肤 你就会有看到 你像被晒伤的硬 其实是很正常的 就好像你把它变成阳光 太阳 你晒久了就会有黑 是一样的道理来的